台美事務委員會今天揭牌 總統蔡英文表示 台美兩國積累互信默契 以行動創下心理成杯 政壇抛出震撼彈 王津平宣布不參加 國民黨總統初選 至於是否脫黨三選 沒有一說 郭台銘抛轟 中國時報及望中集團的報導 是最大二級 無中生有 是破壞黨內團結的元凶 還是最大的假寒粉 美洲貿易戰持續升級 中國地鐵列車製造商 中國中車遭美國議員質疑 具有國安及潛密風險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及鎖定新唐人亞太晚間8點新聞